老师加油 这又谁写的 艾林老师 为什么总叫我们加油 我们又没有车 加什么油啊 小董明啊 你这一天天的不抬杠 你就难受是吧 让你加油 是为了给车加油吗 今天老师给你们讲讲 加油这个词 是怎么来的啊 在清朝道光年间呀 一代名臣张之栋的父亲 张英啊 被派到了贵州 去任知府 他一上任呢 就特别重视教育 为了鼓励年轻人 好好读书 多读书 他想了一个办法 就是啊 从自己的俸禄当中 掏出了一部分的钱 来举办教育事业 并且 每天晚上都安排猜艺 挑着桶 大的油桶啊 大街小巷的去巡视 凡是看到有读书人 在那里挑灯夜读的 就往他的油灯里面 添一勺油 然后啊 猜艺再喊一声 知府大人 为向东加油 无论是刮风下雨啊 每晚都是如此 就这样 坚持了13年啊 在张知府的不懈努力下 为当地培养出了一大批的人才 张知府 为读书人 天灯加油这个事情 被传为了 佳话 从此以后啊 加油这个词啊 就成了鼓励对方的一个常用词 同学们 记住了啊 学习是灯 努力是油 想要灯亮 必须加油 你卖了吗 你卖了老师啊 我们要努力 必须加油 只要你们肯努力啊 老师随时都可以为你们 天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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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